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模式 混合模式 这个混合模式啊 既包含无形资产模式 又包含金融资产模式呗 这个社会资本方应当在PPP项目资产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时 就是我们讲的 建造期满这个试点嘛 这个试点将相关PPP项目资产 它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 超过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差额 确认为无形资产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有点绕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就是呢 我们在前边建设期 每年不是确认了4200万的收入吗 那一共确认了多少 8400万嘛 这个8400万啊 政府说了 我保证啊 你能够收到5600万的一个补偿 这个5600万就叫做可确定的金额呗 可确定的金额 那么后续我们就应该把它作为 金融资产模式来进行处理 那么将我们PPP项目资产对价金额 或者是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 不就是这个8400吗 它超过我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 超过这5600的部分 也就是2800呗 这2800的金额 我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在哪个时点 在正好第二年末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我们把它确认为无形资产 后续进行探销呗 那么就按无形资产模式来处理呗 也就是分了两大块 是吧 两条线 两条线 两条线互不影响 金融资产模式的按金融资产处理 无形资产模式的按无形资产处理 那金融资产模式的 你注意它不用去截转无形资产 需要考虑的是什么 重大融资成分 并且在你获得一个无条件收款权利的时候 把合同资产转营收账款 那无形资产模式 你需要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这个10点 将合同资产转成无形资产 后续要进行一个摊销 摊销进主营业务成本 那需要注意的是 无形资产模式有一个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一个问题 这是这两个模式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账用处理 首先是它的建造期间 这个建造期间啊 你要确认建造服务的收入和成本 一方面去确认收入 一方面去节赚成本 这个和前边两种模式啊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后边呢 分两大块了 如果你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这一块 那你需要去确认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如果你是金融资产这块 那么你需要去确认融资成本的影响 是吧 无形资产模式和混合模式啊 都有这笔分路 借PPP借款支出 贷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这是资本化借款费用的一个账务处理 如果你是金融资产模式 或者是混合模式里边的金融资产这部分 那么你要确认融资成本的影响 借合同资产 贷贷物费用利息收入等 如果你是无形资产的这一块 或者是无形资产模式的话 你需要在PPP项目资产 达到对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将你的合同资产 和你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一并截转到无形资产当中去啊 这个分路啊 这个图啊 就是把我们之前的无形资产模式 和金融资产模式合在一起了吗 两条腿 互不影响 无形资产模式的 你就去确认无形资产这块 金融资产模式的 你就去确认金融资产模式这块 那运营期间也是不一样的呀 运营期间啊 我要确认运营服务和收入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是无形资产模式 或混合模式里边 无形资产这部分 你需要对无形资产 进行一个摊销 对吧 将你的这个合同资产 除以 除以你运营期的这个年数 比如说我们之前是八年嘛 分期进行摊销 借主营有成本 如果你是金融资产模式 或者是混合模式里边的 金融资产部分 那就去继续确认 融资成分的影响吧 借合同资产 带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等 在拥有收取对价的权利 这个权利 仅取决于时间流出的因素时 将这个合同资产 转为应收账款 当然它仅仅是 和金融资产模式 和混合模式的金融资产部分 从政府方收到这个款项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应收账款 转到银行存款当中去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 混合模式的例题 这个混合模式的例题啊 就是接着我们之前讲的 无形资产模式那个例题 继续往后走的 假设按照PPP项目合同约定 运营期间 假公司有权向通行车辆 收取通行费 如果仅仅是一个通行费的话 是一个无形资产模式吧 但由于啊 这条高速公路尚未全线贯通 对车流量可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就是说你收的这个通行费啊 可能是比较低的 低到 这个通行费啊 没有办法覆盖 你之前在建造期间 付出的这个合同资产 确认的这个收入和合同资产 你覆盖不了 那怎么办呢 为了保证假公司的投资回报 政府方向假公司保证 假公司在运营期间收到的金额啊 他不会少于5600万 不会少于5600万 以及按6%年利率确定的利息金额 以补偿假公司取得收益的货币时间价值 是不是除了5600万的确定的金额 还有一部分的利息啊 因为你长时间的没有收到我的这笔钱吧 那么我会给你一个利息 假公司预计运营期间 每年收取的通行费啊 是1600万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题啊 分析一下 首先啊 先画个图 前边两年是建设期 建设期啊 我每年成本是4000万 确认的收入啊 是4200万 后边8年啊 是运营期 是这样吧 好 那么现在啊 我在建造期间 我确认的主移要收入和合同资产 一共是多少 4200加4200 是不是一共是8400 这么多的合同资产 那么这个合同资产 是政府欠了我的吧 啊 是我给政府干的活 但是政府没给我 政府答应给我的对价是什么 一部分可以确定金额的现金 5600万 另一部分 是我通行费的一些收入 是这样吧 是 那么我需要 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 也就是说这8400啊 我应收的这个权利 未来会通过 应收 款项 收回来 那另一部分呢 会通过 无形资产 收回来 也就是说啊 这个应收款项 我们是应该按 金融资产模式来进行处理 那无形资产这一部分 通行费这一部分 我们是按无形资产模式 来进行处理 两条线 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我应收的金额 政府说了 5600万 那么剩下的 分到无形资产这部分 那么就是8400减去5600 应该是2800吗 这2800 是能够通过通行费这块补偿回来 两部分 这个8400是不是两年的 那如果说平均分的话 这5600我每年补偿 2800 每年补偿 2800 这2800我每年补偿 1400 每年补偿 1400 是这样吧 是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5600和2800 分别占到 8400的 百分之多少 那也就是说 这个应收账款 5600 除以8400 你算出来啊 这个百分比应该是67% 然后剩下的这个无形资产 这2800应该是占比33% 也就是说我通过可确定的金额 补偿的 是67% 通过无形资产这块补偿的是33% 是这样吧 是 好 我们先来看金融资产这块 金融资产这块 互不影响 那对于金融资产这块 我需要确认一个融资成分的影响 对吧 融资成分的影响 那么前边两年 前边两年 我每一期 是不是2800 如果现金流都是在期末发生的话 期末发生的话 那属于我金融资产模式下 这块的合同资产应该是 第一年末流入2800 第二年末是2800 那对于融资成分的影响的话 只有第二年需要确认吧 期初不是2800吗 2800去乘以6% 后边会告诉你 6%的一个影响 那么金额应该是168 这个168 我们是不是讲过了 金融资产模式 它要相应的增加合同资产 借合同资产 贷财务费用或者是利息收入 好 那么后续 达到一个应收的条件的时候 我们再将这些合同资产 转成应收 那对于金融资产模式下这一块 我的合同资产现在是多少了 一共是5600 加上168 等于5768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 金融模式这一块 那么再来看一下 无形资产模式 这个无形资产模式 我们需要考虑 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一个问题 那同样的 它也会有这样一个图 你想呀 第一年我的成本是4000 是在这个时点发生的 是吧 第二年这个时点又发生了4000 那么我 借款费用资本化 应该是在第二年才会有的吧 第二年才会有的 那是不是4000 去乘以6.7% 乘以这个利率 就是我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金融了 不是 因为这个成本4000万 你也需要在 应收款项和无形资产之间进行分配 也就是说 需要在金融模式和无形资产模式 两种模式下进行一个分配 进行一个分配 那分到 金融资产模式下的 应该是4000乘以67%吗 对吧 然后分到无形资产这一块的 应该是4000乘以33%吗 只有分到无形资产模式下的 这一块 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那去乘以 它的利率6.7% 这一块 你算出来之后呢 应该是88 这一块是可以资本化的 也就是说 借PPP借款支出 带短期借款 或者长期借款 这一块怎么办 费用化呗 那么后续怎么办 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我们要将前边确认的 这个合同资产 加上我们资本化的 这个利息 资本化的这个借款费用 一起转到无形资产当中去吧 那么对于 无形资产 这一块模式来讲 一共有多少 合同资产一共有两千八 加上我们确认的 八十八的资本化的 利息费用 借款费用 那么一共是两千八百八十八 这是应该转入到 无形资产的 合同资产 是这样吧 后续对这两千八百八十八 进行一个摊销嘛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账务处理 本例中 假公司为政府方提供建造高速公路的服务 其有权收取的对价 包括两个部分吧 第一个是自政府方收取 五千六百万元现金的一个收款权 第二是在运营期间 向通行车辆收取通行费的权利 由于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 超过了这个八千四 超过了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五千六 因此我应当按照上述混合模式进行处理吧 它覆盖不了 是吧 那么假公司建造期间 每年确认收入金额 是不是四千两百万 两年合计就是八千四百万 假公司在确认建造收入的同时 要确认合同资产 混合模式 它在建造期间 确认收入结算成本的分落 和前面两种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其中未来将分别确认为 应收款项和无形资产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分成了两部分 应收款项部分和无形资产部分 分别来进行处理 好 那对于 无形资产和应收款项 它如何进行分摊呢 我们之前展示过了 展示过了 那具体的分到应收款项部分的 应该是占百分之六十七了 就是这五千六 分到每年身上应该是两千八两千八 无形资产这一部分呢 这个合同资产一共是分摊了 百分之三十三 那第一年分摊的合同资产是一千四 第二年分摊了一千四 一共分摊了两千八的合同资产 这八千四的合同资产 应收款项占五千六 无形资产占两千八 假公司提供建造服务 取得的对价中 对应应收款项的部分 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也就说 应收款项部分 也就是金融资产模式下 计量的这一块 考虑重大融资成分 无形资产模式 这一块 应该考虑借款费用资本化 两条线子 货币影响 对吧 应当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由于本利中假定现金流均贷年末发生 在建造期应确认的利息收入是多少 只有第二年的年末 才有一个期出 期出的金额 两千八 对吧 期出应收的一个本金 两千八 乘以我的利率 百分之六 他告诉你了 实际利率百分之六吗 因此 在建造期结束的时候 假公司未来应确认为 应收款项的合同资产金额 是五七六八 这五千七百六十八 怎么来的 有五千六 是合同资产分过来的 是吧 合同资产分过来的 百分之六十七的一个比例吗 再加上 一百六十八 是我们刚确认的重大融资成分的一个影响 这是总的合同资产 需要转无形资产吗 不需要 因为它是金融资产模式 你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运营期间 假公司收到的通行费 需要在应收款项和无形资产之间进行分摊 他一共收到多少通行费啊 我们估计了一下 他一共能收到一千六百万的通行费 是吧 这一千六百万的通行费啊 你需要在应收款项和无形资产之间进行分摊 其中分摊至应收款项的部分 视为应收款项收回 分摊至无形资产部分 确认为运营服务收入 分摊计算如下 这里呢 我还是按照刚才的思路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直接写在这边 还是两部分 这一部分呢 是应收款项部分 这一部分呢 是无形资产部分 他现在呢 一共能收到多少 一千六百万 这个一千六百万啊 要进行分摊 分到应收款项部分 分到无形资产一部分 那现在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应收款项 他的合同资产 一共是五七六八 也就说 他需要补偿的 这个对价 应收的金额 应该是五七六八 那这个五七六八 是在我们第二年末 这个时点 确认的一个合同资产吧 那我未来呢 要把这些合同资产 都变成应收啊 都变成应收啊 那怎么变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这个这个计算 这个五七六八 应该就等于 假设 我每期收到的 金额是A 他应该去乘以 年金限制系数 一共八七吧 年金限制系数 当然这个利率 直接告诉你的 百分之六 我每期都会收到 AAA 这么多的金额 一共八七 把它折现 就应该是 五七六八吧 那么你算出来 A呀 应该是 九百二十九万 九百二十九万 你必须每期 收到 九百二十九万 你才能够补偿 你在第二年末的 五七六八 这么多的合同资产 好 那么这个 九百二十九 就是我们分摊至 应收款项的 这一千六的 这个部分 那么一千六 减去九百二十九 等于六百七十一 这个六百七十一 就是分摊到 无形资产 这个部分 那么就把 这一千六 分了呗 分了呗 还是两条线 继续往下 做它的高分路 在我们 确认 每年应该收到 九百二十九的时候 你收到 这一千六的 通行费的时候 就相当于 你收到了 这个九百二十九的 补偿吗 你就可以做一笔分路 借 这个应收账款 九百二十九 贷合同资产 九百二十九 变成一种 无条件 收款的权利 这个权利 只取决于 时间流出的 一个因素了呗 那对于 无形资产来讲呢 这个六百七十一啊 你一方面 要去确认收入 另一方面 去截转你的成本 同时 摊销 你之前转过来的 这个无形资产 是这样 两条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 账务处 这里呢 它给你列出来了 每年分摊至 应收款项的部分 九百二十九 分摊至无形资产的部分 六百七十一 这个九百二十九 怎么算出来的 用的是年金方法 去计算呗 每年分摊至 应收款项的部分 九百二十九 等于五七六八 除以 百分之六 八年期的 年金限制系数 那么一千六 减去分摊至 应收款项的部分 就是分摊至 无形资产的部分呗 六百七十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账务处理 首先 是二一年 建设期 我先去确认 建造服务的 收入和成本 这些分路 都是和我们之前 无形资产模式 和金融资产模式 一模一样 就不展开讲解了 二二年 首先它确认 建造服务和成本的 分路和之前是一样的 其次 我们要确认 融资成本的影响 和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两条腿走路 是吧 两条腿 互不受影响 首先 我们看 应收款项的部分 也就是 金融资 金融资产模式 计量下的 需要确认一个 融资成本影响吧 因为我的现金流 都是在年末 才发生的 所以 我在确认 融资成分的时候 只有 二二年 才会有 是这样吧 二一年 没有 那我确认 这个融资成分影响的时候 我计算的基数 是我 七初 应收的一个本金 我七初 应收的一个本金 也就是 二一年底 我应收了一个本金 分摊到 应收款项的部分 我们刚才不是展示了吗 它是多少 两千八呀 对吧 两千八 所以我们用的是 两千八 去乘以百分之六 算出来我融资成分的影响 那融资成分的影响 我们金融资产模式下 都已经讲过了 它要去确认 应收 确认这个 借方合同资产 增加你的合同资产 因为这部分钱 还是没有收到 那么贷 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对于无形资产 这一部分 我需要去确认 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吧 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这个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是你借了钱 你的借款 你乘以你的利率 也就是说 你的这些利息 可以资本化的部分 那对于 这个PPP项目来讲 因为它是混合模式 总的成本 4000 你只能有33% 也就是 分摊到无形资产 这一部分的成本 才是可以资本化的 去乘以它的利率 6.7% 用的科目是 借PPP借款支出 带 短期借款 或长期借款 那同样的 因为 现金流 是在年末发生的 所以 只有22年 才会有 借款 这个借款费用 资本化的问题 21年 是没有的 好 那注意 22年 其余的借款费用 有180万 4000 乘以6.7% 乘以多少 剩下的67% 这一部分 是不是属于 应收款项部分 产生的一个 借款费用 那我就应该 记录到财务费用 不能资本化 好 在这个 PPP项目资产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 见识期结束 第二年末 我 无形资产模式下 是不是还要做一个 分路啊 就是把 合同资产 和资本化的 借款费用 转到 无形资产当中去 那合同资产是多少 合同资产 我们之前不是算过了吗 无形资产分过来 2800 一年1400 一年1400 一共是2800 这是他分到的 合同资产 好 代方 2800 转过去 那同时 PPP借款支出 我们刚才确证了多少 88 一并把它转过去 形成 无形资产的一个成本 在这个 建设期结束之后啊 这个合同资产 科目的余额是多少了 5768 一定是5768 为什么 刚才我们算出来了 属于 应收款项的部分 最终啊 他的合同资产 在建设期结束之后啊 是5768 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 他分到的 这个8400分到的 5600 再加上一个 168 啊 是他重大融资成分 增加的合同资产 是吧 一共5768 为什么说 肯定剩下是5768 因为无形资产部分 所有的合同资产 我们全部已经转到 无形资产里边去了 全部已经转到 无形资产了 他剩下的肯定是 5768 这个部分 合同资产属于 在未来收取 可以确定金额的 一个部分 是吧 是5600 这个部分的吧 也就说 它是属于 应收款项的部分的啦 我需要怎么样 在未来按照 实际利率法 去确定 融资成分的影响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条腿啊 走路的时候 对于无形资产 它不是要确认 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吗 对于金融模式 它要确认 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它确认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 在建设期的时候 两种模式啊 都要去确认 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都要去确认 我借款费用 资本化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后边运营期 无形资产这一块 它不涉及到 资本化的问题了 因为它已经达到 可使用状态了 它的资本化 只可能是在建设期 发生 而金融模式 它的融资成分的影响 是一直跟随着你的 建设期也有 运营期也有 只要我的合同资产 没有还完 都会产生 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所以你看 运营期 对于应收款项部分 我还要继续去确认 融资成分的影响 在假公司拥有 收取对价的权利 这个权利 请取决于 时间流逝的因素 这个实话 再去确认为 应收款项 借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 贷合同资产 无形资产的科目余额 是2888 这个2888 我们之前 之前已经算出来了吗 它包括什么 2800 是我分过来的 这8400 分过来的 分到无形资产模式 这个部分的 合同资产 再加上 我88 是借款费用 资本化 PPP借款支出 转过来的 是吧 2888 这个部分的无形资产 在运营期 是不是要按 直线法进行谈销 也就是说 2888 除以8 一年 就谈这么多呗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累计谈销 23年的账务处理 当假公司拥有 收取对价的权利 这个权利 仅取决于 时间流逝的因素的时候 将取得的 无条件收款权的对价 转为应收款项 当假公司 收到这个款项的时候 确认 应收款项的收回 啥意思 我们刚才分了 将这个1600的通行费 分成了两部分 其中分到应收款项的部分 是929 对吧 929 我在收到这个1600的通行费的时候 每年收到这个1600通行费的时候 就可以将我这929的这个部分 由合同资产转到应收款项 我就可以坐等收钱了吗 当我真的收到的时候啊 我就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 把它削掉就行了 同时 要确认 融资成分的影响吧 我说了 只要有合同资产 那么融资成分的影响 一直跟着你啊 那么在23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7出 合同资产的账面余额 你可以画个T字形账户 T字形账户 那对于混合模式来讲 一定是属于 我金融资产这块的 合同资产 才是我应该算的 这个融资成分的影响哦 那对于这个题目来讲 不就是5768吗 我们算过了 在第二年末结束的时候 合同资产只剩下5768 而且这个5768 全部是全部是什么 全部是应收款项部分产生的 因为在这个时点 无形资产部分 合同资产 我全部已经 转到无形资产当中去了 现在计算的 这个融资成分的影响 是在这个时点 23年末这个时点 我用的是七出七出 合同资产的余额 去乘以6% 得到346 346 借合同资产 贷财务费用 利息收入 同时 你要去确认 运营服务的收入和成本 你注意了 运营服务的收入和成本 你开始确认的时候 这块就是 无形资产这条腿了 之前做的呢 这前面两笔 是金融资产 这条腿 后面是无形资产这条腿 那无形资产在做的时候 你一方面要去确认收入 另一方面 计算成本 你确认收入的时候 这里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准则 要求 在运营期 如果你是一个混合模式的话 只有无形资产 这一部分 你才能够去确认 注入业务收入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1600分了吗 分到929 是应收款项部分 分到671 是无形资产的部分 只有无形资产 这部分的671 你才能去确认 注入业务收入 同时收到这笔款项 就671 你金融资产 这个929 你有没有去确认收入啊 没有 你看了没 我们是不要它 去确认收入了 我们直接反映成什么 合同资产的减少 增加应收款项 应收账款 不增加 注入业务收入 这是我们准则的 一个要求 它和我们单独 做金融资产模式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 记住就可以了 记住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成本啊 运营期间成本不是80吗 直接用合同领约成本进行规矩 然后截转 主营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那同时 不要忘记 原来我们在建设期间 确认的这个无形资产 还要进行摊销吗 28888除以8 那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对于无形资产这部分 我一方面 确认我的收入 另一方面 接转成本 成本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我运营期间的 这个成本 另一部分呢 是我无形资产 摊销过来的一个成本 那你会发现 这两部分加起来 你的银行存款 一个是929 一个是671 加起来就正好是1600 正好是1600 这就是我们讲的混合模式 两条腿走路 金融资产模式 按金融资产的这个要求来 那么无形资产呢 你按无形资产的这个模式来 那你需要 你需要呢 对我们在建设期 确认的这个合同资产 进行一个分摊 分摊 那同时你也要对 我在运营期 收到的这个通行费1600 也要进行一个分摊 好 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个社会资本方案 它根据PPP项目 合同约定 自政府方取得其他资产 这个资产构成 政府方应付合同对价 的一部分的 社会资本方 应当按照收入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不作为 政府补助 为了使PPP项目资产 保持一定的服务能力 或在移交给 政府方之前 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 社会资本方 根据PPP项目合同 而提供的服务 它不构成 单项履业与我 应当将预计发生的支出 按照或有事项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说 确认预计负债呗 这段话是啥意思呢 我们直接看 它的账目处理 你比如说 我运营期间 有一些维护的服务 这个公路 是不是要进行维护 那这个维护的服务 你要先确认一下 它是不是构成了一个 单项履业义务 如果构成 单项履业义务的话 那你就要去分攀交易价格 按照我们这个准则来吧 所以你要去确认 合同资产 带主营业收入 同时去截转成本 如果它不构成 单项履业义务 那我们就按 或有事项的准则要求来吧 借主营业成本 带什么 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 或者是 借主营业义务成本 差额反映带 财务费用里面 带预计负债 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 因为我们考虑到了 货币时间价值 你很有可能啊 你的磨损啊 对这个公务的磨损 是平均磨损的 在整个受益期间内 平均磨损的 那你确认预计负债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利息费用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教材里面 有对这个不构成单项 履业义务啊 有一个专门的席题 做完这个席题 你马上就明白 是什么意思了 看一下 这个题目啊 是接着我们无形资产模式的 那个例题继续的 运营期间 这个高速公路啊 需要保持一定的使用状态 假定运营期间 对道路的磨损 是平均发生的 这个路面磨损程度啊 低于特定标准的时候 贾公司需要对路面进行翻修 贾公司预计 其将在28年末 进行路面翻修的支出啊 是1000万人 那你注意了哦 现在我在翻修的这个10点 是我建设期满之后6年 是吧 因为它在第8年 需要进行翻修嘛 也就是说后面到第6年的时候 这个点是28年 进行一个翻修 这个10点啊 会有一个支出是1000万 但是 这个路面磨损 它是平均发生的 也就是说 自我建好之后 这6年 我每天都在使用它的话 我的磨损是平均的 只不过我在它翻修的时候啊 我一次性花了1000万 那我们的准则规定啊 你的这个磨损 需要在这6年内啊 分别去确认这个费用 分别去确认这个费用 也就是说 分别去确认预计负债 你不能一次性的 在这个10点啊 去确认预计负债 1000万 不行 不行 因为它是平均磨损的 你是平均受益的 这个例子当中 假公司承担的 路面翻修义务 是由于在运营机 对高速公路的使用 和磨损导致的 它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吧 应当按照货有事项的 相关规定 按照旅行相关现实义务 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 确认一项预计负债 最佳估计数 好 它估计了1000万 你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假定我们折线率是6% 因为假公司预计在运营期间 对道路的磨损是平均发生的 则在进行道路翻修前 6年的运营期间 是不是6年 平均每年的金额 约为167万 这个167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时点 二八年这个时点 一次性的要支出1000万 但是你是平均磨损的 也就相当于 你每年分摊到 分摊到一个支出 应该是多少 1000除以6 应该是 167 应该分摊167吧 好 那你确认负债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你不能在这个时点 一次性的去确认 预计负债1000万 你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你还要考虑平均分摊 每年是167 每年167 那我是不是每年确认167就行了 不行啊 因为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如何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也很简单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啊 这个表呢 展示了我当期应该确认的 预计负债是多少 当期确认的利息费用是多少 以及我预计负债 总共应该确认多少 那么在二八年的时候啊 我预计负债 总的确认金额应该是 加起来应该是1000嘛 对吧 1000 然后平摊到每一年的话 大约应该是167 如果考虑时间价值的话 在二三年 我只需要确认 125的预计负债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125它等于 167除以1加6的五次方 也就说 125乘以1加6的五次方 应该是等于167的 是吧 这是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之后 我二三年应该记题的 预计负债金额吧 那么后续每期我要确认 这笔金额的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那么最终 我确认的这个预计负债 总额加起来就应该是1000万 在24年的时候 我应该确认的这个预计负债 当期应该确认的预计负债 是132 这个132是怎么算出来的 132乘以1加6的四次方 应该是等于167的 就说这132 你把它放到银行里 不断的积息积息积息 到28年的时候 是不是就变成了167啊 那最终呢 加起来 这几年加起来都会是 这个1000了 好那你注意啊 在24年的时候 你是不是直接确认 预计负债 132就行了 不行 因为23年的这125 是不是有一个 类系负用需要你去确认呢 好 125去乘以6% 得到8万的一个类系负用 也一并确认为预计负债 这样才会是 你最终加总的预计负债的总额 是1000万 好 那具体的账务处理是 在23年啊 我确认一个 借方主营有成本125 代方预计负债125 那后续在24年的时候 我确认当期的预计负债 应该是132 再加上我之前125的一个 类系费用是8 我应该确认的预计负债总额是 140 包括两部分呢 主营业务成本 当期期日 直接记录当期损益 132 那么 利息费用我走 财务费用8 那么以后呢 都是依次 都是这样计算 最终你确认的这个 预计负债贷方数总额 在28年的时候 就是1000万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的 所有的PPP项目的内容了 那PPP项目的内容啊 其实就是双控制 双特征 三模式 把握好就可以了 第二节费用 包括第三节利润 内容都非常简单 楼老师啊 带大家简单的过一下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考点 第二节费用 费用啊 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那么你要和损失做一个区别 损失是非日常活动发生的 并且它是一个 净流出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这个费用啊 你要区分生产费用 和非生产性费用 那生产费用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计入到 生产成本当中去的 如果是非生产性费用 一般都是一些期间费用 那对于期间费用的话 你要区分它是什么类型 这个期间费用是指 本期发生的 不能直接或间接归入 某种产品成本的 直接计入损益的各项费用 不能计入成本 我刚才说了 生产成本是不是直接计入 计入产品成本的 但是非生产性的一些费用 都是直接计入损益的 比如说我计入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那管理费用是指什么呢 是企业为了组织和管理 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 管理费用 包括过一遍就可以了 在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 就我刚开始办这个企业 可能会发生一些费用 叫开办费 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 或者应有企业统一负担的 公司经费啊 工会经费啊 董事会费啊 聘请中介机构费啊 咨询费啊 诉讼费啊 业务招待费啊 技术转让费啊 排务费等等 我们看的比较多的 可能就是一个业务招待费 工会经费 诉讼费 这些比较多 第三 行政管理部门等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啊 你注意是什么部门 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修理费 才是计入管理费用啊 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二部分 销售费用 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 发生的各种费用 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 发生的一些保险费啊 包装费啊 展览费啊 广告费啊 商品维修费啊 装卸费啊 等等 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薪酬啊 业务费啊 折旧费啊 固定资产修理费啊 等等 你看 这个固定资产修理费 行政管理部门的 是不是直接走管理费用啊 如果是销售部门的呢 是不是走销售费用啊 那么第三块啊 是研发费用 这个研发费用啊 在以前的教材里边 是没有单独讲的 在2022年 这个教材里边 把它单独拎出来 放在期间费用里边 单独讲了一下 那么来看一下 研发费用 这个研发费用啊 是指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 发生的一些费用化的支出 我们在讲无形资产这一章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啊 费用化的支出啊 到研发费用 以及进入管理费用的 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 也就说啊 这个研发费用里边 包括两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 是我进行研究和开发过程当中 发生的费用化的一些支出 资本化支出走这里吗 不走这里 费用化支出放在这里 另外呢 我形成了无形资产以后啊 是不是要摊销啊 那我摊销的这个金额 也放到研发费用里面去 那么它包括管理费用科目下 研究费用明细科目的当期发生额 以及管理费用科目下 无形资产摊销明细科目的当期发生额 那你要注意了 原来呢 我们把这个研发费用啊 都是放在管理费用里面的 现在把它啊 从管理费用里面拿出来 因为现在对企业来讲 研发这个活动 是不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这个企业 想要把自己研发活动的一些费用 展示给消费者去看 展示给这个报表使用者去看 所以就把它单独拎出来了呗 主要包括这两块的内容 两块内容 那你注意了 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这个科目余额 期末是要转入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的 是吧 我们当时不是费用化的支出 通过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来进行规矩吗 在期末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科目的余额 转到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里面去啊 它反映的就是什么 反映的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嘛 是进行研究和开发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费用化支出呗 那么研发项目形成无形资产之后了 这是之前啊 形成之后了是不是要贪销啊 那无形资产贪销 我们进入管理费用 无形资产贪销这个科目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科目 以及我们后续形成了无形资产之后的贪销 管理费用 无形资产贪销 这个科目啊 这两个科目就构成了研发费用的内容呗 这个科目的发生额在利润表 研发费用项目进行列报 就从管理费用里面把它拎出来 专门放到研发费用这里面 单独列报 我们要看看它大小 那么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是和我们讲的这个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相对的呗 是可以资本化的一些支出 我们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这个科目进行归集 但没有达到预定用途前 它在资产负债表开发支出这个项目进行列报了 这个开发支出啊 它是列在无形资产下面的一个报表项目 它是一个非流动资产的项目 那要进行一个归籍反映 还没有形成无形资产 还没有达到这种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花费的可以资本化支出的一个金额 为什么呢 你想呀 我们开发一个专利技术 开发一项这个无形资产 可能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 而且研发嘛 它投入的金额也会比较大 是吧 那费用化的支出 我们是直接用管理费用走掉了 那资本化的支出 我们也要进行反映啊 才能够真实的反映 这个企业资产的一个状况 是吧 所以我们要用开发支出啊 先规计一下 等这个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的时候 我们再从开发支出啊 转到无形资产科目当中去啊 所以这个开发支出啊 它就是无形资产科目的一个前身 在资产负债表 无形资产项目来进列爆 还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 这种资本化支出啊 做开发支出列势 形成无形资产之后啊 我们做无形资产来列爆就可以了 列爆就可以了 那后续两个呢 是我加的啊 那么前面呢 是主要讲我们这里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啊 管理费用里面的研发费用 它主要的内容 主要包括料大块 那么最后一个期间费用啊 财务费用 是企业为了筹集生产 经营所需的资金 而发生的应与费用化的一些筹资费用 包括利息支出啦 或者是他去充利息收入啦 然后是汇兑损益啦 等等 那么管理费用啊 财务费用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销售费用啊 这些费用在期末的时候都要转到本年利润这个账户里面去 是吧 最终期末都是没有余额了 第三节利润啊 我们也是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我们在讲财务报告的时候啊 也会详细的去讲利润 它应该如何去计算 那么利润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营业利润 这个营业利润啊 应该也是不陌生了 因为有很多题目里面会考到说啊 那以上这个交易或者是像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是多少啊 是吧 会这样去问你 那么营业利润啊 它包含的项目非常的多啊 比如说营业收入先要减去营业成本 这个没问题是吧 还有减销售税金及附加 还有我们讲的期间的四项费用 还有加一个其他收益 这个其他收益啊 我们下一章马上会讲到政府补助 它是政府补助产生的一个对应科目 那么包括我们后面债务重组里面也会用到它 再加上一个投资收益或者是减掉投资损失 如果是套期的话 它有进场口套期的收益 或者是减去进场口套期的一个损失 再加上比如说我们一些啊 金融工具它供与价值的一些变动 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供与价值的一些变动 那么体现在供与价值变动收益 供与价值变动损失 那么还有禁用减值损失 是反映在金融工具 它产生减值损失的时候啊 产生的一个科目 那么还有呢 其他资产产生减值损失的时候 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啊 包括我们的合同资产产生减值损失 也是用资产减值损失呗 再加上一些资产处置收益 减掉资产减值损失之后的一个数了 那么大家记这个营业利润啊 可能比较麻烦 但我们可以记得实话 用这样一种方式啊 就是这个利润总额啊 它包含的是营业利润 加上营业外收入减据营业外支出 那你可以记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有哪些啊 剩下的全部都是营业利润呗 是这样吧 那营业外收入啊 它是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一些收益 主要包括 过一遍 第一 非流动资产 毁损报废的一些利得 你比如说 我这个一台机器设备 毁损报废了 我最后收一些这些残料的一个价值啊 比我这个机器设备照片价值还要多一点 那么我会产生一个利得 这种情况稍微不太常见一点啊 那么第二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一些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我们马上会学到 如果是与企业日常无关的 我们用的是营业外收入 盘盈的一个利得 你注意这个盘盈的利得 如果体现在营业外收入里面 只能是现金盘盈哦 如果是固定资产盘盈 我们是做前期差错来处理的吧 如果是存货盘盈 我们是抽管理费用 他们都与营业外收入没有关系 只有现金的盘盈是影响营业外收入的 捐赠的一些利得 当然这个捐赠的利得 不包括一些资本性的投入 比如说股东给你捐赠了一些什么什么 那么股东给你捐赠的是一些资本性的投入 第二 营业外支出 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损失 主要包括 非流动资产回损报废的损失 公益性的捐赠支出 非常损失 比如说自然灾害产生的一些损失 盘盔的一些损失 那这个盘盔的损失啊 主要是一些存货 当然这个存货一定是一些自然灾害导致的存货盘盔损损失 是影响营业外支出的 还有固定资产的一些盘盔 固定资产的盘盔啊 都是走营业外支出的 那你注意计量差错 管理不善 这些原因造成的存货盘盔啊 它是即管理费用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啊 它应该分别去核算 不能够互相抵减哦 第三 净利润 它用的是利润总额减去一个所得税费用 注意激点内容啊 第一个 企业接受捐赠和债务豁免 按照会计选择规定 符合确认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 那我们做的是 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 但是 如果企业接受的是谁 控股股东 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也行 或非控股的这个股东 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也行 直接或间接 贷为偿债 债务豁免或捐赠 经济实质上我们来看 表明属于控股股东 或非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资本性投入 这种资本性投入啊 我们不能直接贷 营业外收入 应该将相关的利得 我们是影响所有者权益的 进入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说借银行存款等 贷资本攻击 好 第二块内容 破产重整 这个破产重整啊 过一遍就可以了 企业发生破产重整 其非控股股东 应执行人民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 通过让渡所持有的该企业部分股权 向企业债权人去偿债 这个企业应将非控股股东 所让渡的股份 按照其在让渡之日 公允价值 进入什么 所有者权益 资本攻击 影响 营业外收入吗 不影响 减少所豁免债务的账面价值 并将让渡股份供应价值 与被豁免的债务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这个差额 我们可以进入到当期损益 那么控股股东 按照破产重整计划 让渡了所持有的部分 该企业股权 向企业债权人偿债的 这个企业也应按此原理处理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本年利润 我们16章讲的比较详细了 这里就不再浪费大家时间了 综合收益的总额 最后啊 这个综合收益的总额啊 它其实很简单 它等于净利润 加上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进入所有者权益的这些利得和损失嘛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你注意 你要计算口径和净利润是一致的 净利润它不是税后的吗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啊 也是税后的 那么加起来就是综合收益的总额了 好 那么以上啊 就是我们这张所有的内容了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那么最后呢 对本章的内容啊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那本章的内容啊 包括三大块 收入费用和利润 收入是我们重点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费用啊 利润啊 大家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再简单的回顾了 好 对于收入来讲啊 我们先讲了一下 收入的定义分类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那这一部分的内容啊 主要内容就是五步法 五个步骤 这五个步骤啊 每一个步骤 我都给大家做了小节 所以这里就不再浪费的 浪费大家时间做小节了 下面内容 关于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 首先是合同资产 这个合同资产 你要和应收款项来进行比较 应收款项啊 它是仅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这个因素啊 能不能收到这笔款项 它是一个无条件收款权 只只有是吧 信用风险 而合同资产 它是一个有条件的收款权 除了信用风险以外 它还可能会有一些履约风险 它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合同负债来讲 是你已收或者是应收客户的对价 而未向这个客户转让商品 所以你有一个转让的一个义务 那么是你欠了客户的 那我们之前还讲了一个合同结算 对吧 那合同结算的话 你注意它是同一个合同 里面又有合同资产 又有合同负债 我们需要以金额来进行劣势 那怎么办呢 就用合同结算呗 它主要是一些建筑行业 那重点去看一下 我们合同结算的那两个立体 一定要搞懂 下面呢 是关于合同成本 这个合同成本 我们讲了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 首先是这个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在履行这个合同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些成本 通过合同履约成本进行归籍 最终呢 摊销进主营业务成本当中去 我们讲到了合同履约成本啊 它是一个资本化的一个资产 是吧 那满足你进入合同履约成本 它有一些条件 除了它不适用于其他准则规范以外 它还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要与这个合同是直接相关的 第二 我增加了未来履行义务的一些经济资源 第三 我这个成本是能够收回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资本化 进入到合同履约成本当中去 第二 合同取得成本 是我取得这个合同 发生的一些增量成本 它资本化 满足资本化 进入合同履约取得成本 也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刚才讲过了 它一定是一个增量成本 第二条件也是成本能够收回 能够收回 那么后期 它也要进行一个摊销 它摊销即销售费用 摊销即销售费用 然后是合同履约成本 和合同取得成本 它简直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它们简直的话 都是可以转回的 下面是特定交易 这个特定交易 我们讲了八种特定交易 每一种特定交易 你都要掌握 第一个特定交易 是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 这种销售 那我们需要估计一个退货率 是吧 估计退货率 如果你退货率不能估计出来 那你就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 如果你退货率估计出来了 那么你确认收入 节赚成本 你就要扣掉 预估被退回的这个部分 去确认收入和成本 那同时你确认为一项负债 也就是说你要退还给人家的这个金额 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同时也要确认一项资产 你收回来的这个资产 叫应收退货成本 第二个特定的交易 叫做负有质量保证条款 这样的一个销售 那我们需要去评估一下 这个质量保证的这个条款 它是一种保证类的质保 还是一种服务类的质保 这种保证类的质保 是你要满足你这个商品 能够正常使用 达到一个行业基本的一个标准 提供的一种保证 如果是一个服务类的质保的话 它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笔 你不合理的使用 坏了我也给你保修 这叫一种服务类的质保 那么服务类的质保和保证类的质保 你要先进行判断 到底是哪种类型呢 你要去看一看 它有没有法定的一些要求 然后它质保的时间 质保的时间越长 越代表它可能是一种服务类的质保 然后它可不可以单独购买 如果是单独购买的话 一般我们是认为它是一个服务类的质保 如果是一个服务类的质保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确认为一项 单向履约义务 那么需要去分摊交易价格的 那么一般呢 我们是要按照未来 这个客户在履行约定的时候 履约的时候 你提供这个保修服务的时候 再去确认收入 第三种类型的特定交易 是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身份的一个判定 我们讲它判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永远就是 你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你有没有取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那么会有总额来计算 如果说你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你就用总额法来去确认你的收入 如果你是一个代理人 那你就用净额法去确认收入 也就是说只确认手续费和佣金这一部分 第四部分是负有额外 客户负有额外购买选择权的这种销售 那么这种额外购买选择权 你要先评估一下 它是不是一种重大的权利 有没有给客户一种重大的优惠 那如果是一个重大权利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额外购买的选择权 确认为一项单项履约义务 也要分摊交易价格的 只不过我们先确认为一项合同负债 等后边客户行使这个选择权了 你履约了 那么我们再去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将合同负债再转到主营业务收入当中去 第五项特定的交易是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这个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你需要首先判断一下 它是一个时段内履行的义务 还是时点内履行的义务 那么时段内履行的义务 我们讲有三个判断的标准 需要大家记住 第一个就是企业 它有没有从事重大影响的一个活动 第二个 这个重大影响的活动 有没有产生一些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第三 这个从事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啊 不涉及到转让一些商品 那么这三个条件满足了 就是一个时段旅行的啊 那么确定了之后啊 你还要注意 在我们授予知识产权许可的 这个内容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按实际销售 或者是使用情况 收取特许前使用费的 会涉及到一个可变对价 这个可变对价 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到你的交易价格当中去 它必须在两者数百的试点去确认收入 哪两者 第一点 就是客户后续销售使用行为发生了 就是它的销售收入产生了 你就知道你的特许前使用费是多少了 第二者就是你履行了履约义务 这两点数百的试点去确认收入 不能直接在客户开始 就进入到你的交易价格当中去 那么第六个叫做售后回购 这个售后回购啊 如果是一个远期安排 或者是一个回购选择权的话 代表这个商品 它的控制权其实没有转移 未转移 所以你不能够终止确认这项资产 那你要去判断 你的原售价和你的回购价 价格的一个高低 如果你的原售价大于你回购价的话 我们是做租赁交易来处理 如果你的原售价小于你的回购价的话 我们是做融资交易来进行处理 那从客户方这个角度 如果客户有回收的一个选择权的话 你要判断一下 这个客户他有没有重大的经济动因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很大的可能会行权 会行使这个权利 那我们比较的时候就去看实质 也就是说你回购的这个价格 和你到时候回购这个十点 这个商品的市场价来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你回购的这个价格 小于你的市场价的话 那就代表他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我们是作为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 这种销售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他有重大的经济动因的话 我们就按照第一种情况 就比较原售价和回购价的一个高低 做租赁交易或者融资交易来进行处理 第七 我们讲的是客户未行使的一种权利 客户未行使的一种权利 比如说一些储值卡 充值卡 那么这样的一些权利 一般我们先把它确认为合同负债 等客户行权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转到主营业务收入当中去 好 第八项 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这个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是你收取的一部分金额 从客户这里收取的一部分金额 所以你要进入交易价格当中去 然后你要判断一下 他有没有承诺 已经转让的一些商品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是做预收款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最后一块 我们讲的是社会资本方 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也就是说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说过了 这个PPP项目 其实它的要点就三个 第一个要点是双控制 第二个要点是双特征 第三个要点是三模式 那么双控制和双特征 我就不带大家去回顾了 三模式 无性资产模式 金融资产模式和混合模式 对于无性资产模式 在建设期结束的时候 我要将确认的合同资产 和我在建造期间 确认的资本化的这款费用 全部转入到无性资产当中去 在后续运营期间 我要去分期进行一个摊销 那对于金融资产模式 你要注意 有没有重大的融资成本 如果有重大的融资成分的话 我在建设期间和我的运营期间 都要去考虑这个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增加我的合同资产 确认我的利息收入 对于混合模式来讲 我们讲两条腿 你要将这个在建造期间 确认的这些合同资产 进行一个分摊 分到应收款项部分 和分到无性资产这个部分 那么无性资产部分就按照无性资产 这个模式去进行处理 分到应收款项的部分 就按照金融资产的模式 来进行后续处理 好 那么课本当中 对于PPP项目 它的一些立体一定要掌握好 以上就是本章所有的内容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十七章的内容啊 非常的难 有很多同学啊 学完这一章又放弃了 那你要相信 大部分的人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都会感觉非常难 那最终胜利的是谁 坚持下来的人 你看一遍是这个感受 当你看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感受 所以现在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好 那么现在已经是第十七章了 后面还有十三章 马上就接近胜利了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